CIDI系統 大家好,我是CIDI系統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個CIDI的軟體叫做Barrel 這個軟體,它大概是以前所有的 這個月圓軟體裡面最熱門的一個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讓你在翻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在滑動頁面的時候 這個頁面轉接的效果會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會變得不太一樣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選項可以給你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去貝爾的設定 那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隨機 所以他就會隨機使用所有的這個效果 像這個樣子 非常多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這個Cube inside 這個長起來長得像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看的 然後 這個就是外面 方塊外面 感覺像這個樣子 就差不多像這樣 然後還有 這個就是 一個比較酷的效果 你會有點想要往下滑的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這個就是 像旋轉 我以前最喜歡這一個 不過現在我覺得這個有點眼花 所以 我就沒有在用這個東西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只是不同方向而已 然後這個就是上下 上下用的 或是你還是要左右滑 你沒有辦法上下滑 他只是動畫變成上下的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非常簡單 非常乾淨的一個頁面轉化方式 他就直接 變成這個樣子而已 我非常喜歡這一個 簡單又乾淨 那這個就是像走樓梯那個樣子 他會變大變小 像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樓梯跟剛剛一樣 他只是不同的方向 但是他會把所有的這個 這個圖案 變得比較小 然後 這個也蠻有質感的 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 他會把所有的這種 應用程式的圖案 集成一個小方塊 像這樣 像這樣 這樣 這也蠻好看的 然後我們現在再進去 這個 Icon Scatter 這裡呢 就是把所有的應用程式變大 這我覺得有點奇怪 不過 用久之後會感覺蠻好玩的 像這個樣子 然後 還有一些 其實 越下面都越 越滑 像這個有一個 這個 PACMAN 這個蠻好玩的 這個 他會變成一個這個 耳灘絲小 這個什麼 小精靈的一個圖案 像這個樣子 蠻好玩的 然後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最最誇張 這個 變成這個樣子 這其實蠻好玩的 所以 那這個就是Barrel 如果你想要去下載的話 你可以去 這個CDA的BigBoss 軟體員去下載 那這個其實 他不是免費的CDA軟體 所以 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會需要花2.99美金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或是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在整個心靈之後 我們才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去CMSU的Facebook 粉絲小鈴按個讚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